五月二十八日八十四十分 著名剧作家、杂文家、慈父家魏明伦 因病医治无效 在成都逝世 享年八十三岁 三角文碑戏一生狐鬼妖 一九四一年 魏明伦出生于四川内疆的戏剧世家 七岁开始学艺 九岁登台 十四岁正式发表习作 七十余年间 魏明伦创作的多部剧作《飞生海内外》 他也被誉为八属鬼才 魏明伦一生热爱穿剧 他认为一台好戏不仅要引人入胜 还要做到动人心弦 发人深情 我自己要求我的戏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引人入胜 但是仅仅是引人入胜 那不够 他还需要动人心弦 也就是要打动人的感情 还有一个经节 发人深深 这就是不但要打动你的感情 还要欺发你的思想 因此引人入胜 动人心弦 发人深深 是我追求的戏剧 好戏 在戏剧创作方面 魏明伦将自己的毕生追求 总结为四个不修 我的戏剧是语不经人 死不修 因为我那个戏不是压剧 也不是舞剧 它主要的要通过语言说话 唱也好 讲也好 它很重要的就是语言 第二个是戏不抓人 死不修 为什么要戏不抓人呢 你看这个戏啊 你一看就马上把你抓住了 而且抓得很紧 然后是情不动人 死不修 他必须要打动你的感情 不光是看都好看 不光是 他要打动你的感情 第四个是 礼不服人 死不修 什么礼呢 戏剧的情礼 和情和礼 还有一个 他的责礼 所以这四个不修 是我自己对我自己 心里 自我要求 2021年 威明伦获得中国文联 终生成就戏剧家 荣誉称号 作为中国戏曲界 三驾马车之一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威明伦仍不忘川剧创作 并留下 题为麻将的构思手稿 对不少文艺界人士来说 威明伦的词事宛如巨星雨落 但他创作的作品 会与世长存 常驻心间 我真的很感谢他的 我们这一代的梅花奖当中 起码有十个梅花奖 起码有八个或者七个人 演过他的戏 演他的戏 演一个戏就成一个戏 就是他的戏 很成就演员 所以说剧本剧本 一剧之本 就真的他的趋势 真是我们川剧的一大损失 一大痛 也是我们整个的戏曲界的 一个损失 而且我觉得他剧本 最大的好就是什么呢 他可以通过他这个戏 让人们对当今的社会 对整个的在故事情节里 能找到反思 找到对社会的这么一种思考 我觉得艺术应该有这种东西 他出了那么多好作品 我非常敬佩他 传句就不消瘦了 八三修是一旦大 这些 一旦大如果没有写一版子这一段的理事 他写不出来的 他完完全就是写的传军一人 没了一种生活 所以他是一个热爱生活文 研究生活 而且很勤奋的一个决作家 不仅是写着杂文 散文 写诗词 特别是写符 读书 译词 这是对我们中国文化艺术 有重大共享的一个人物 一个专家 一个专家 他的趋势是我们文化艺术的一大损失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他 继承他的精神 在位于四川自贡的魏明伦戏剧馆中 有一个仰头看戏的九岁孩童雕塑 九岁也是魏明伦第一次登上川剧舞台的年龄 而这个雕塑也正是魏明伦心中所盼 希望后继友人仰头看戏 我这个馆里面 除了我的剧本体以外 还有一个戏台 可以演点小节目 戏台下边有一个小雕塑 一个儿童 一个小儿童仰头看戏 因为我从小就唱戏 我的移民叫九岭童 就意味着胜过 但是也不仅 就是希望以后还有这种人 不当然还是有这种人做开心